Tina全國投票歡迎收看 今天金錢到 那今天是振華生日 在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當然振華也有一個新日小小心願 那今天應該已經算達成了吧 我當時許的願望是希望投資人賺錢 當然我們主打的股票 今天是一字所到底 那我想所有參與的朋友先恭喜各位 所有沒有參與的朋友 你絕對來得及 那麼趁著今天這個我生日的日子 我們也跟公司要求了一個特別的活動 所有的人都可以來參與 那麼今天其實是一個很標準的反差 也就是在市場上你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 主流的財經頻道的節目 那麼跟專注在賺錢這件事情的節目上面 有什麼不同 那我跟各位講過了 我最大的心願是希望投資人賺錢 所以我們的操作的邏輯 跟我們腦袋當中的思路跟想法 會跟拿來做這個財經節目的思路是不太一樣的 比方說現在大家最熱門的一個活動 當然就是在什麼 低階台積電 市場上大概有98%的老師 都把心力花在抓台積電的低點上 那麼只有2%的老師 不是這麼多 其中的1%可能是看空嘛 那其中的1%是看多是做多 是買股票 可是著重的是節奏那就是我 這裡來跟各位講 就好像說市場上大家現在在這邊談 哇Intel到底為什麼要蓋廠 這裡是不是要跟台積電搶生意之類的 那麼其實這些東西我們產業上可以討論 但是當下你最重要的重點其實是在於 你手中的200萬資金有沒有辦法賺到錢對不對 舉例來講我們這樣子舉例 假設說你台積電在這一波當中 你可能買在哪裡 你看這個地方疊下來 有的人會說監地空當中收紅嘛 我給你一條時均 再給你一條氣線 對吧 首先我們來看到 這一條叫做加速線上升線 來做失守的時候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應該賣出嘛 我當時跟貴國說過 五大基本賣出的這個原則 因為你是加速線 你不是沿著主趨勢上升的線 你這一條是加速的 什麼叫加速你知道嗎 因為你跟季線中間乖離太大 你漲太快 漲太快的情況之下 就等於你把未來要漲的東西 你提前漲了 所以你切線只要一失守 我一定是出 那我的邏輯並不是在於說 我們不看好台積電 我們當然看得好啊 但我知道一件事 台積電你賺完了 你在台積電賺到200萬 甚至於300萬 你現在可以拿去賺別的 等到別的賺完了 再回來賺台積電 這就是真心的邏輯 但相對的如果另外一種邏輯 可能是存股的邏輯 可能是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你去買進的邏輯 不管你是買在哪一個點 今天在這邊創了一個新低 你心裡就會想說 這裡是不是不應該殺低 那這個時候 你跟你的資金的想法 就開始矛盾了 長線來看不應該殺低 但短線來看 你如果耗在裡面 你的資金就等於廢了嘛 對吧 所以我們來跟各位分享 另外一種賺錢的方法 每一個成功的故事 都從第一個30萬開始 今天很多人開始拿到他 人生當中第一個30萬 我非常的高興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相對論的邏輯 前波的高點兩次沒有過 好不好 非常好 因為我們希望他時間拉長 為什麼要拉長呢 假設說你一個禮拜 抓到一張股票 他漲兩根漲停板給你 那就20%嘛 對不對 三張股票賺三成 其實就是一倍 對不對 三成三成再三成 好比說你30萬賺到30萬 90萬 那90萬再賺到90萬 連續三次你會翻到600萬 附近 所以台電讓出的這個空間 而且他是跌破季限的讓出空間 而大盤沒有 就代表中小型股會飆翻天 會飆翻天 那麼前面48小時 表態的股票為最強 前面48小時包含前天跟昨天 因為昨天在高漲震盪的過程當中 今天有兩種股票是最強的 第一種叫做 他今年才剛剛起漲 可是他把昨天震盪的黑棒給吞噬 這是一種 小型股票 第二種就是舊的股票 可是他經過一個大震盪以後 今天又越過昨天的高點 跟昨天有點像 不過他是屬於舊股票 再來最後一種 就是我們講的 直接在禮拜一跟禮拜二 才起漲的股票 這種叫做全新的三種 一種叫做把昨天吞噬 第二種叫做昨天是 前天跟昨天就是長紅 再來一種就是舊股票 然後利用昨天的震盪洗盤 好 我們來繼續往下看 很多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迷思 就是說今年為什麼賺不到錢 我就有講過了 去年出現很多所謂的素人股神 網路上很多素人股神 演藝人員股神 或者是說無腦做多股神 那簡單來講的話 就是台積電 聯電 國劇 那麼環球晶 對不對 再來就是聯發科 然後華邦電 望紅 就這些最好的股票 各個次產業的龍頭就喊出來 就一路喊 喊 喊 然後全市場的節目 就一直在那邊講護國神山 現在已經不只是 財經節目在講 包括連政論節目 非財經節目 新聞節目 通通在 連不做股票的人 他都告訴你說 我想買個台積電 買個零股 對吧 那你覺得這是一個什麼氛圍 所以你會看到去年很多 無腦很多的 到最後只要創新高 你好像覺得都是對的嘛 你覺得股票在喊多就好了 你只要抱到底 最後就贏了 可是我說今年來講的話 其實你會開始受到第一次的衝擊 你會過得非常地痛苦 因為今年的基期非常地高 去年叫做8000點 今年叫做16000 足足漲了8000點 對不對 所以到了第一季的季末 你會遇到幾個問題 就是說去年漲得過的股票 第一個你如果第一季的業績不好 你財報沒有上來 至少要去年兩倍以上 因為去年第一季很差 你要大成長 對不對 你至少要比去年第四季再上來 結果有的股票他沒有 但去年股票漲了那麼多 今年一定回的 他就是慢慢一刀一刀殺你的肉 因為我剛剛講過什麼叫加速線 加速線就是 本來你要花兩年的時間 長到這裡 但是你濃縮了 你在六個月之內到達這個地方 比方說你20到80本來要兩年 但是我現在濃縮了 在噴出的狀態下 20到80我讓你六個月就到了 那我問你剩下一年半要幹嘛 剩下一半就回檔割你的肉 慢慢一刀一刀折磨你 他不是不好 他好 但是這個籌碼會整理你 第二個就我剛剛講的 你去年已經領先反應的 你不敢碰金的財報 那你就震盪 那第二種 有一種不怕 去年他完全沒有漲 去年都沒有漲 很可憐你知道嗎 今年才開始漲 他不怕財報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累積獲利了結的賣壓 他不怕 他沒有賣壓 還有一種就是什麼 資害最高的 像天愚他們這一種 天愚 金益科他們這種 就是他不怕你跟我講財報這回事 我就直接告訴你說 我每個月都丟歷史新稿出來 我管你怎麼檢驗我 這一種是另當別論 就這三種 所以有操作價值的是後面這兩種 對不對 那其中有一個 我兩個月前已經跟你預告過了 生計股不怕財報 它第一個重點 四月份有什麼重點 因為他台號的是什麼 台號的是題材 好 我第一個階段 先大家講一下這個邏輯 邏輯是很清晰的 賺錢其實是有條有理的 就是因為在有條有理的情況下 你才能夠一檔一檔的複製 那我們來看 你以為了長期其實有好股票 是永遠這麼簡單一直上 可是實際上它是怎麼樣 你從這個點到這個點 中間要經過什麼 流沙 獅子 對不對 鯊魚 地雷 你要一路抱過來 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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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市場上不斷的折磨你 最後三十年後你成功了 巴威特說我很輕鬆 你心裡以為是這麼簡單嗎 如果以為這麼簡單 那大家都不會失敗了嗎 那其實實際上是這樣 大部分人都死在這邊 這裡再死一堆人 這裡又死 這裡還是死 最後殘存剩下不知道幾%的人走到這裡 對不對 那我的做法不是這樣嗎 我的做法是抓每個階段最好做的一段 我就做這一段就好了 我抱你幹嘛 我在做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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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段加起來 這我的做法 因為我認為這樣成功機率比較高 正面的說法你可以說 巴菲特就是這樣成功的 反面的說法是 不是巴菲特的剩下一億人 都是這樣失敗的嗎 邏輯對不對 你就一個巴菲特 剩下一億人沒人講 巴菲特他成功了 那剩下一億人很多都是失敗的 所以媒體喜歡造神 會導致說很多投資 他有一個錯誤觀念出來對不對 越好的公司下跌的時候 越讓人難以取捨 長線來看賣一定是錯的 這不是賣點 但你不賣你就沒錢 在好的公司還沒有七張錢 你資金等於完全廢了 你資金等於廢了對不對 你們老是不是叫你國劇報則 台電報則 環球金報則 聯發科報則 你永遠不可能會有 像我們台康生這種股票 先拉你兩根漲停 叫做自我介紹 再轟你跳空漲停 叫做我叫台康生 接下來就數你的鈔票 看你的帳戶 看你的帳戶50萬再80萬 再90萬再100萬 再120萬一路上去 一檔接一檔 一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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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上賺錢的人就是這樣 一直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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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萬 80萬 100萬 200萬 300萬 400萬 500萬 一直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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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利科賺完 天域賺 天域賺賺完 敦泰賺 敦泰賺 台康生賺 賺完 泰福再賺 一直賺 一直賺 今年就飆股飆翻了 我覺得今年 今年是所有散戶的天堂 真的 真的 真的是天堂賺炸了 我不是沒有無端來由的 跟你講這些有的沒的 因為我的節目 你是天天都在盯的 你還加入Lite 我今天要跟你講的股票 你要講績效 要講慶祝 我是完全寫在Lite裡面 讓你抄的 所以你說我今年 生日願望達到沒有 達到了吧 應該算達到了吧 對不對 除非你 你不把手拉出來我沒辦法 所以我今天其實就是講一件事 你不要再想了 你唯一的辦法就是來找我 我濃縮了這麼多的話以後 我最後就去無神經六個字 想賺錢來找我 就這樣 台康生第二我會給你 那我給你一個空檔 因為我們這次賺台康生的人 真的賺了太多了 我也坦白講一句實在話 賺經歷科的人也賺的實在是太多了 那他們現在都還沒有出嗎 所以我下一檔股票只要給他們 你一定買不到的啦 前面兩三根大家都不要買 他們一定用搶的 你不用想的啦 一定是用搶的 趁他們現在這些股票還沒有賣 我把這個空檔讓給你 你來跟我聯絡我讓你先進場 就這樣 他們不會有意見的 誰會有意見呢 看著自己的股票天天跳漲停 你會有意見嗎 你不會有意見嘛 對不對 好 當有一天你在媒體上 再聽不到護國神山四個字 你老師也不敢叫你低階的時候 那就是低點了啦 等我 我會通知你 相對論的邏輯 常見的訊號 大家都長 我要先長 邏輯 對吧 今天反彈的比不上禮拜一就長了 大家反彈我創新高 今天收小紅的 比不上今天創立子新高的 再來 在我們的Light 8裡面怎麼教你 很簡單 為什麼要加入Light 8 這是你第一步 成功的第一步 如果你連Light 8都不加入 你怎麼可能在上個禮拜的盤中 收到我叫你買台康生的 發財訊息 對吧 Golden Money 168 現在全市場都在搶 所以我之前跟你們講 把我的Light 8散發出去 推廣給你的朋友 群友 做股票的朋友 你在其他Light 8當中的朋友 盡量的去發放 你是在做好事 你是在救他們 脫離那些沒有用的Light 8 來我這裡 對不對 這張股票 全國群友見證 全國觀眾一起見證 毫無懸念就是跳空 那我也不用再歌功頌德了 對吧 我覺得不用再歌功頌德了 所有買在裡面的人 就開始數鈔票吧 本來你就在一個獲利狀態 現在就是放大他的利潤 讓他奔馳 實際上標股班講一句話 如果我今天只是來跟你賣弄 我台康生賺多少 天玉這一波賺多少 我敦泰賺多少 我經歷科賺多少 那我就不叫蔡振華 我蔡振華之所以蔡振華 我的風格很簡單 我會告訴你不是我厲害 是因為我最終追求的金錢相對論 它是可以不斷複製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昨天來找我 你說蔡老師 我真的服了你 我昨天晚上看到 那個台康生的新聞 我以前真的不相信 有人可以買在成功之前 因為我以前聽說很多人 基亞解盲之前買在400塊 結果後來死無葬身之地 我現在才發現市場上真的有人 可以買進去看他成功 等他跳空跟著數錢 在我親眼看到這個奇蹟 發生在我身邊的朋友以後 我來找你 請問蔡老師你可以給我什麼 很簡單 把別人複製成功的模式 放在你身上 下一個成功的就是你 這就是我講的實戰班 不用講過去的績效 你來 昨天的朋友 6541的泰福 76以下你隨便買 先拉一根漲停叫自我介紹 今天再創一根新高 叫做漲停版 10%是什麼概念 是200萬轟到20萬的概念 20%是什麼概念 是載你的戶頭再加20萬 變40萬的概念 昨天我們的Lighter裡面 沒有預告泰福嗎 有吧 我們的節目沒有講嗎 當然有啊 不是全國都看到了嗎 對吧 記住一句話 以後你就記得了嘛 生計只聽 蔡振華 事實上上這句話 當然不是假的 我不是每個階段都帶你做 我只有在會長的時候才帶你做 所以你要盯好我的節目 下一個階段你想賺錢 先來跟著我 4月友好戲看 千里之行 死於足下 每個300萬都從30萬開始 拿到你第一個30萬 就是你成功的開始 再來是高端疫苗 這個是完全的送分題 就像是100萬放在地上 你減不減 阿中部長說 希望蔡總統7月帶頭打國產疫苗 國內在做疫苗有幾家 三家 一家進度比較慢 一家進度比較快 還有一家沒上市 請問你買哪一家 所以我說 地上放著100萬 就看你減不減 對吧 這高端疫苗 說了 二話不說 這一段做到 這一段繼續 生技股也有大咖入竹的題材 何陽升今天短創高 那股票是越來越熱 生技股一檔接一檔 對不對 接下來是新的會期嗎 看怎麼修法 有一些股票是漲了一段以後 經過震盪洗盤再上來 昨天聽說很多人 砍在跌停板那邊 那我也只能說 跟你的常盛說再見吧 對吧 我還能怎麼說呢 好 那標股的實戰班 今天要來告訴各位幾個重點 來 我會帶你進場新的股票 再來我們看到這個 印太就是 獲得我們看到 I25的全球區塊鏈ETF的 這檔股票 昨天一根震盪 終於出現第一次震盪 讓你上市的機會對不對 那只要一接 今天就是漲停 這我昨天講過了 那今天漲到這個信音 連接器跟育龍集團 通通都是第一根 有把昨天來做吞噬 這也顯現了資金出現輪動 將會產生新的主流 那麼我們在這裡 利用這個機會 也再次跟各位講 全新的標股即將啟動 今天我們因為 因為小弟也有生日的時候 那我也要再次跟各位講一下 一年當中就這麼一天的機會 你錯過就要再等明年了吧 面對現在全新的股票剛剛啟動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面面俱到的旋骨策略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最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二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I am my friend 022351616168 0223516168 摩爾堅持 用新旋骨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 到球馬面 面面俱到的旋骨策略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最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二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I am my friend 022351616168 0223516168 摩爾堅持 用新旋骨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 到球馬面 面面俱到的旋骨策略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最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二 你願望我 歡迎我 歡迎買電 0223516168 0223516168 酒駕罰很大 1.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罪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駕聚檢或聚策罰更大哦 2.呼氣酒策值 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 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3.酒駕再犯 聚檢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4.酒駕重新烤照 需強制加裝酒精索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6000至1萬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 或酒瘾治療 不得再申請口罩 6.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哦 酒駕林隆人 內政部警察署關心靈 為什麼骨架要做 最好做的那一段呢 因為骨架在震盪的階段 會衝擊到持股者的信心 那震盪階段就像是我 剛剛跟各位講的 長期暴暴的過程當中 會遇到老虎 鯊魚 利空 有的沒的去搞你 對不對 其實你想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好了 如果這個方式是對的 為什麼天底下成功的人那麼少 為什麼全世界 你就聽到一個華倫巴菲特 照理來講 你身邊應該很多人這樣成功 怎麼沒有 你現在看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 你不覺得怪嗎 沒有人提出過這個反問嗎 為什麼如果這一套邏輯 真的這麼有效 只要懂基本面 就可以賺得天下的話 為什麼全世界這麼幾十億人 怎麼就只有一個巴菲特呢 為什麼呢 你沒想過嗎 因為你沒有去想失敗的案例 對不對 人家不怕震盪 那你怕不怕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人家可是有幾十億的資金 幾百億 對 你可能只有 對 你自己的資金而已 好 那我們來看 就是說先前講的 強勢股其實 就像人家講說電子股到底怎麼樣 我覺得電子股滿好的 沒有問題 再我來看一點問題都沒有 對不對 我的話就很簡單 我做主流 我不會去管你喜不喜歡 或者是說 有的人他自己心裡有偏好 這個類股我不要 那個股我不要做 好那我們看一下天宇 你看他只是分盤交易的過程當中 遇到昨天突發性的分盤拉回 他今天就把昨天黑棒吞掉一半了 他吞掉一半了 順勢就是把他交代一下 拉回交代一下 這個其實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完全沒有轉弱 應該這樣講 你看金利科他只要上80以後 他就載不下來有沒有 他是不是在80以上 他就載不下來 最強就心裡科了 然後完全在80以上不下來 你就貼著80去買 K值去往下插那個80 就是買點 插那個80 每次去插80 時差最好 插下去就是買點 那我剛剛就講過了 有一些股票 他其實對於第一季 他的營收很有自信 對不對 你如果說 你前面三個月都是歷史新高的話 三月還沒結束 假設有一個家公司 前面三個月都是歷史新高 那你根本就不用擔心 他第一季的才爆了 你擔心得多餘的 人家就跟你講 我三個月都歷史新高 那你覺得財報怎麼樣 那種股票就會越來越強 對不對 那你就要趁拉回來的時候買 因為漲幅一定滿大的 好 那來我們講新的股票了 好那我先進光 情況不一樣了 因為大力光入股以後 大家會期待有新的項目 所以你看分盤期間 他其實沒有轉弱 這個放出來還有機會 好那我們來講新的股票 那我們看連一光 這個全球第二大光學玻璃毛胚 這邊我們看到 它就是屬於昨天 大家震盪的時候要漲第一根 那今天就順勢創新高 我剛剛講的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什麼情況 群創把昨天這個吞掉了 面板有細 因為面板也是車用零件 通家也是有沒有看到 電源管理要吸起來了 這個族群當中有四肢比較重要的 我會選低價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領陽 領陽這邊一樣 他在大前天的時候 因為禮拜五先拉 所以昨天這個高檔震盪 我昨天講過了 這個就類似這邊 我昨天已經教過了 他如果在這邊 橫向三天亮縮的話 就還有一根 漸通這也是一樣 那你可以看到 這注意一下 最近轉用的是 轉型為車用端子 以前你們家的大型家電 一定有端子 對不對 什麼叫端子 你們家電視後面 有一個插線的你知道 那現在因為比較少 現在都是用HDMI早期 所以現在很多端子場 轉到車用去了 那你就標準的車用 誰把昨天那根吞掉 這樣就最強了吧 好 那我們現在講 實戰標股般的邏輯 剛才我們提到幾件事情 就是很多投資人在這個地方 其實他最大的問題 代表手上股票 不知道怎麼換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要把你資金做有效運用 其實就算哪怕你只有100萬 你買對股票 比方說你昨天買泰福 那你昨天先拉一根漲停 今天再拉一根漲停 你一瞬間資金率就多20萬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到130的時候 把它賣掉的時候 你130萬可以做下一檔 這就是我在跟各位講說 資金在做一個有效運用 可是在任何一個時間點 當然你看我 除了我之外 一定還看很多其他投顧老師 任何一個時間點 你只要 也許你加入其他的邏輯 比方說你想逢低買 某一些好的股票你跌下來買 那你跌下來買它不漲 相對著就代表 你失去了買標股的機會 我這樣講對不對 因為人就是 這資金有一個排他性 你手上就200萬 你買了一個不動的 甚至於它是下跌的 你現在一定會想說 那我能不能再加碼一張 對不對 一定很多人想問 台電能不能再加碼一張 國具我能不能再加碼一張 這裡拉回我能不能 環球金再加碼一張 我想再加碼一張 對不對 你加碼一張就是錢 你就期待還馬上漲上來 所以股票要做 最好做那一段 好股票天下很多 但是能買的股票 就是現在要起漲的股票 明天實戰標股班 帶你全新的概念 這張股票帶你做進場 利用今天振華生日 跟公司要到一個最大的回饋 好好把握 只有今天 錯過等到明年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現在像Youtube應通財政台 人好時間 人好地點 騎到處看處 Youtube日四點間 線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師精準團式解析 隨算隨看 很方便 Youtube運通財政台頻道 不關系 自己安賴在一起 歡迎來到網址 歡迎買電 0223516168 0223516168 摩爾堅持用心懸固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懸虎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1213 2213 214 谢谢大家